防暴检查,X光机检测,可一物开箱检查 1月中旬的凌晨4点半,在兰州中春机场旁的东航甘肃分公司货油安检站里 堆积如山的货物落满了交货平台 保卫部的货油安检员们正在忙碌地进行着货物安检工作 在零下18度的天气里,睫毛都挂上了一层包装 货油安检站站长刘文告诉记者 随着春节临近,物流行业迎来年货祭地高峰 工作量比平时翻了至少三倍 因为航班多集中于清晨 所以从凌晨4点开始到早上8点 是获检员们最为忙碌的时候 现在早上是大概5点半左右 也是我们获检站一天当中最忙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每天早晨呢,有两个通道同时开启 如果算平常的话,我们每天的货物大概是3000件左右 30到40公斤之间 像充运保障忘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翻了三倍 现在每天都是1万件,100多公斤左右 我们的人员呢,平时的话,我们每个班组 现在是有5个人 在冲用保障的时候呢,我们每个班组保持到8到10个人 航空货油安检站主要负责什么呢? 刘站长介绍说,这里主要负责对航空货油及快舰实施安全检查 核验查询既件物品是否有违禁物品等等 从业多年,扩检员也练就了自己的火眼金睛 在X光机前观察,双游可疑的物品都必须开箱检查 为航空安全做到100%的保证 在过的,虽然这个画面的时间很短短 但是我们会有一种职业的一种敏感性 就是反常的,不正常的 就很敏感 主要是心理压力 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都好一点了 像刚开始的话,我们都 今天过了所有的货 今天的飞机所有走了 到了晚上的10点,11,12点以后 这些所有货坐,我走了以后 就是在那个飞机落地两小时以后 没有问题,我们才是发现的 有着18年工作经验的老货检员 也曾凭借着自己过硬的经验和本领 在安检时查出过偷运雪豹骨骼 保护动物骨骼等案件 那是那次咱们是正常的过货的时候 是邮件当中 邮件当中呢,我们就发现 有一个应该是动物的骨骼 比如说咱们经常见的什么牛啊羊啊 这些的当中呢 它是一个特别反常的一个图像 很明显的前腿短 后腿长,尾巴也长 而且那个脑袋呢 小小的有点像 我都当时觉得恐龙是消失的 但是和咱们看到恐龙的那个洗脚有相似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以后呢 就给这个森林公安报警 这个邮件最后查呢 是由一个林涛发往广州的 学报的这个骨骼呢 可以和虎虎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早上八点 停机坪远处的天空泛起了红色的光 忙碌的安检工作暂告一段落 获件员们匆匆吃点早饭 少时休息 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货物安检